挖掘新聞連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 迪志偉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登山作家 劉川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命理專家 廖美蘭 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文史工作者 蕭香神 鄭大哥好 大家好 神好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 我就是母親 今天我們要來聊母親 這個雖然有人說有 有人說沒有 不過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案例是很傳神的 一位是在南部 有一個阿嬤 最後是脫下內褲跟母親拚 才得以脫困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花蓮的阿嬤 他叫母親把他帶走 那這個花蓮的阿嬤呢 是一位七十八歲的阿嬤 他是在花蓮縣的婦禮鄉 然後因為他在山區 一天聊天 走的平常就是很熟悉的路徑 可是有一天出去餵狗的時候 竟然遲遲沒有下山 那這個後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請志偉來跟大家說 對 這個阿嬤 我覺得我們節目討論過很多次 這種母親 抓人的這種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老人家 對 絕大部分 然後包括我以前就是在這個友台服務的 我們的駐地 駐地記者 也一樣 他不是老人 但是他也曾經遇過 走散路走不出來 遇到母親這樣 那鄭大哥講的這個案例 因為這個阿嬤 他上山去餵狗 餵狗這件事情是他幾乎每天都要做的 所以走什麼路線 然後到什麼地方去 其實都很清楚 因為他其實已經七十八歲了 年紀算大了 那阿嬤還是很擁心 結果去餵狗人沒有回來 那他兒子當然就很著急了 就報警 報警之後呢 你知道警方出動三十幾個人去找 找不到 沿路看到有機車 一隻拖鞋 拐杖 就是找不到阿嬤 那找不到人就很麻煩 因為雖然說現在天氣是比較熱一點 但是你在山上還是可能會有一些 我們講野生動物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天氣晚上會冷 畢竟這個年紀這麼大了 可是你知道喔 他們當地的人就講說喔 既然都找不到 因為我們懷疑他被摩西納抓走了 那就 就是寧可信其有嘛 結果做了什麼事情喔 就放鞭炮 就聽說你如果在山上找不到人 你就放鞭炮 就可以找到人了這樣 那當然這個對科學辦案的警方來講 他們也是半信半疑啦 但是找不到人你也只能這樣做嘛 說也奇怪喔 就放完鞭炮之後呢 比方說今天晚上放鞭炮 明天去找居然找到了 而且他是在什麼地方被找到 他在當地人喔 就是俗稱這個中溝山區裡面有一個瀑布 叫做女鬼瀑布 你看連一個瀑布都要取名叫女鬼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地方 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了 那就找到了這個阿嬤 那這個阿嬤喔 警方找到他的時候覺得那好可憐啊 這個地方距離我們前兩天找的地方 不到一百公尺 那為什麼我們當時找不到 放個鞭炮就找到了 就覺得好怪喔 那阿嬤被救下來之後 我看那個照片還有新聞啊 阿嬤就穿著一雙拖鞋 全身就是都是土啦 褲子也髒掉了這樣 膝蓋有點擦傷 一支拖子就砰去 那砰去的拖子應該就是 警方沿路看到的嘛 他說喔 我跟你們講喔 人家就問他說 阿嬤你這三天是走去哪裡 現在我們來找都找不到你 他一邊哭一邊講 他講說喔 我就一樣餓到啊 餓到一半喔 有一個女孩子給我叫啦 他說聽到一個少女的聲音 那他聽到聲音呢 他就往這個聲音走 那少女就說阿嬤你快來你快來 他就對他去 對他去之後 他就找不到路頭回來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喔 那因為當地人都有在講說喔 其實他們這個地區中溝山區 這個女鬼瀑布附近喔 就是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有老人 走進去走不出來喔 就是曾經在前一兩年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那而且呢 非常巧合的事情是說 譬如說兩個老人 包括這個阿嬤 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地點被找到 那其中喔 在前幾年 有一個阿嬤一樣是人失蹤 五天被找到 然後他被找到的時候是怎樣 你知道嗎 曾經在吃蚯蚓 人家找得也許他在吃蚯蚓 那大家就跟他說你不要吃你不要吃 他說什麼我現在在吃雞腿 所以他把蚯蚓當成雞腿 你很難想像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說 那一個地方中溝山區 其實當地的居民都有講說 可以不要去就不要去 因為那裡有模型 很奇怪 他發現他的地方三十個人 在找三個地方 找四點鐘都找不到 他說差一百公尺而已 所以找不到人 阿嬤說聽到少女的聲音很清楚 但是本來想說是不是真的有少女 也要找 也找不到 所以當地的人才講說 這不是少女 這絕對是模型 那請教一下川玉 川玉在臺灣很多很秘密的美景 都是他去發掘的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叫做女鬼瀑布 這個地方其實他們阿美族 當地有一個傳說 就是說以前這個瀑布附近 有住一對夫妻 那他那夫妻就是說 那個老公他是個獵人 那有一次他跑去打獵的時候 他就沒有回來了 那他那個他的太太就是在 一直在這個瀑布那邊在等他 等他一直等了很久都沒有回來 結果後來他因為很傷心 於是他就在這個瀑布跳毯自殺了 自殺之後後來當地就傳說 他變成就是說因為有怨恨 然後就變成一個女鬼 變成女鬼他們說 他們當地其實為什麼之前 不只發生過一次說 那個老人失蹤都在這個地方找到 甚至有人也莫名其妙 死在這個水潭 他們就說 那個女鬼因為 因為常常會就是說 你靠近我這個水潭 包括不是只有人 包括如果牛 還有還是什麼什麼動物什麼 靠近這水潭都會被這個女鬼 他的腸頭髮去把那個人拉下去 這樣子 所以就才會有很多人 可能莫名其妙溺死在那個地方 所以當地人是對這個地方 視為一個很可怕的一個禁地 女鬼瀑布 那請教蕭香神 為什麼說放鞭炮會有效 事實上無論是放鞭炮 或是敲鑼打鼓 在傳統上來說 都是有驅逐不好的東西的效果 就好像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不是會放很多鞭炮嗎 或者廟會 其實都是要把那些不好的東西 給趕走 所以像魔神仔這類妖魔鬼怪 其實本來就是會被類似的東西 給驅趕跑 那還有可能就是 因為魔神仔他的傳說 其實跟另外一個系統的傳承 是有關係的 就像魔神仔這一類 在會在山上出現鬼怪 很容易就被歸類到山蕭 在另外一種鬼怪上面去 那山蕭這種鬼怪 以前在中國南方 本來就是因為現在我們會說 過年要放鞭炮 是來把年獸給嚇走 對不對 但其實以前在中國南方 要嚇的東西 其實就是山蕭 所以本來呢 在中國南方傳統 就會認為說 山蕭本來就會怕爆竹 既然魔神仔 他有時候會被當成山蕭一類 魔神仔當然就也會怕爆竹 可不可以問你 你為什麼叫蕭襄傘 蕭襄傘是一個中國的磁牌名 對是我以前在寫小說的時候用的筆名 這樣子啊 對對對 所以寫武俠有說 所以就用這個 你是湖南嗎 跟湖南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關係 跟蕭襄居室也沒關係 對沒有關係 跟神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已經叫我蕭襄 大部分人都叫我蕭襄 大家都叫你蕭襄 對對對 OK OK 那廖老師 你怎麼看像花蓮這個阿嬤 為什麼要幾個天 漏就很熟 我沒話說了 竟然又迷路了 對 因為剛剛那個蕭襄 他說他叫蕭襄 蕭襄有講 就是說它屬於山蕭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在山海經 在古代 對這種魔神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個記載 他屬於痴媚枉良 也屬於山精的一種精怪 精靈 精靈 對 有的形體像三歲小孩紅眼睛 那也有 他的形體有各式各樣 然後其中一種形體 也有傳說就是像 矮矮的老婦人 他的臉會塗得很白這樣子 在日本他們有說神隱 或是合同 我們都聽過嘛 在很多國家 比如說那個歐洲 也有說是地靈 這一些都是魔神 那其實在古代的春季 就是皇帝春天都會祭祀 祭祀的時候 其實他會祭祀芒神 芒是芒草的芒 就是因為以前在這個吃友 有沒有 皇帝在打吃友的時候 其實就派這個痴媚 痴媚枉良來戰爭 是九天玄女去擊敗他們 這個其實在古代都有記載 等一下繼續請教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廖老師剛剛補充 剛剛講到這個阿婆 就是這個歐巴桑 為什麼 我們好幾天找不到他 然後放了鞭炮就可以找到他 那其實放鞭炮 或剛剛那個蕭香講的 敲鑼打鼓 這一些其實源自於我們在宗教裡面 心明要出順 心明出順 出境有沒有 就放鞭炮 那所以這個放鞭炮跟敲鑼打鼓 都是神來 神來 就是神到此了 神來來這裡 所以這有一個象徵 所以我們到山上 這鬼怪都會迴避 對 鬼怪就會怕到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看不到那個阿婆 然後放鞭炮之後會找到 是因為這一些王神 就是魔神 他會勾魂障眼 他會教我們的魂 也讓我們迷亡 然後就是你完全沒有記憶 你不知道你跑到哪裡去 沒有辦法控制你的肉體 那障眼就是說 他可以讓這個地方 你要找的這一個人 或是這個附近 他會有障眼 讓你們大家都看不到他 對 OK 這個再來我們就看 屏東縣的恆春 有八十三歲的富人 在颱風之後 到恆春的社頂公園去採菇 然後失蹤五天 被墾丁國家公園的巡山園 在梅花路富裕區發現 然後他在這個樹林中 遇到了魔神 他說他被纏身五天 不得脫身 最後阿嬤說 你是怎麼脫身的呢 他說你們祖母就放內褲到他拚 我們現在知道 魔神怕老婦人的內褲 為什麼 廖老師為什麼老婦人的大內褲 可以擊退他 其實我們在避邪的器具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髮器 我們剛剛講的鞭炮 鞭炮因為聲音很大 然後也有代表神來了 他裡面還有硫磺 這個硫磺就是我們有沒有除瘟疫 對 去病毒都會風泡有沒有 那那個在避邪的裡面 其實也有女性的內褲 因為女人是屬陰 然後內褲又更陰 所以他這樣 內褲更陰嗎 對 內褲更陰 所以就是極陰 陰上加陰 陰上加陰 真的 大多陰 對 不是開玩笑 就是極陰 極度的陰 還有就是說在避邪的裡面就是說 女性的這個NC也會避邪 是因為也是極陰的意思 對 這個是在記載裡面都有寫 這個江西片有看過 對 就是避邪裡面是有記載的 所以我們男人沒那麼陰 我們男人比較陽 當然 你們屬陽 對啊 男人屬陽 女人屬陰 那如果我們去山上 是不是帶著老婦人 內褲我們就不怕他 也一般不會 一般不會這樣子啦 其實我們去山上如果怕魔形 我之前在節目中其實有講過 就是說我們可以帶一包鹽巴 那鹽巴其實也是驅血的 或是鹽巴加米都可以 如果附近有魔形 如果它是隱身 魔形有時候它會讓你看到 有時候它不讓你看到 它只讓你聽到聲音 那如果你覺得怪怪的你就在你的附近 撒這一些東西 如果有撒到它 它是不舒服的 它也會迴避 它也會走掉 好 這個肖香神 你說日本時代在台灣有一份報紙是報導 就是跟魔形那有關是吧 對 其實那個報紙的記載還蠻有趣的 因為那是台灣日日新報 所以等於說日本時代官方的報紙 但它有個漢文版 那漢文版裡面居然有一些專欄是 專門記載中國南方的一些事蹟 那其中一個事蹟就 我們會覺得 我們聽起來會覺得很像是 魔形阿作祟 不過它這故事中 就並沒有用魔形阿這個詞 它是用三蕭的蕭 來描述這個 那有趣的地方是 它說它在浙江泰順地方 說這個地方 窮山二水的 當地有猛獸 又有魔形阿作祟 小蕭作祟 那這個蕭作祟的時候對當地人來說 比猛獸更可怕 那大家因為害怕這個夜晚的時候 這個山蕭小蕭會出來 所以整條街上所有的店家 全部都要關掉 就完全不做生意了 那剛好是附近有一個當官的 這當官的 他聽說有人在兩個縣市之間 在種絲煙 就是販毒 所以他要去查棄一下 這個絲煙 就帶著他的這個手下們 就經過了這個這個泰順地方 那到這邊之後 他會看到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的人 大家都晚上的時候 就完全把這個店給關掉 街上都沒有人 而且如果要叫別人的話 都還要按鈴 或是搖鈴鐺 就不能叫別人名字 他們就問說 為什麼這邊有像這樣的習俗 當地人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是在晚上 聽到別人叫你名字 你還去回應他 就回頭去應聲 那表示你會被三宵作祟 所以你都大家都要用鈴去 用這個鈴鐺聲音去叫別人 那這個當官 他當然是不太習慣這樣的習俗 但還是跟手下說 大家都照辦 然而到第二天 就有個手下 可能還是不習慣這樣的習俗吧 所以他又再聽到別人叫他的時候 他就應聲了 結果誰知道一應聲 他就忽然陷入瘋狂狀態 就從這個縣崖裡面翻牆逃走 那這件事一發生 大家就知道說 他應該是回應了那個山蕭叫他的名字 所以應該是被作祟了 大家就趕快紛紛找他 最後是在這個縣崖外 就城外兩里處的一個田裡面發現 發現他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意思了 但是他嘴巴裡面塞了泥土 這就很典型的被摩西亞作祟 惡作劇的那個情況 而且因為被摩西亞惡作劇 有時候他也會得呆症 就是神智迷迷糊糊 所以當時的人就趕快把他打醒 但他醒來之後 連續兩個月都沒辦法講話 就花兩個月的時間 才慢慢恢復神智 這其實也是被摩西亞帶走 抓走帶回來 有時候會陷入的情況 所以我如果跟志偉 晚上在荒郊野外 我不可以叫他名字 最好不要 不可以叫我名字 好 志偉 志偉 對不起 你改名了 你叫志偉 除了去山上 比如說我們去掃墓 去鄰谷塔都不要叫名字 鄰谷塔也不行 對啊 因為那外面都很多那種 就是孤魂 沒有人祭拜的 都會在外面徘徊 那如果有必要 就是叫到他的時候要怎麼叫 就比如說他兄弟一二三四嘛 大哥二哥三哥就好啦 代表 對 不要叫 狄志偉 不要叫這樣的名字 對 那叫英文名可以嗎 Robert 應該可以啦 可以啦 他們就分不出來了嗎 可以啊 因為你那個也沒登記在身份上 是喔 老一輩都這樣 我媽如果去我們去掃墓 他不會叫我的名字 他會叫我威威威威威威威 就是最後面的那個字這樣 OK 女兒的 女兒是沒有啦 可能他在那裡 他才會叫我女兒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竟然找了一位 不相信有某些人來上節目 蕭香你不相信 嚴格上來說 我也不能說不相信 應該說我現在這種現象是存在的 這毫無疑問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解釋這樣的現象 就有很多種方式 那以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為什麼要說不相信 只要是因為我本來就是在研究 妖魔鬼怪的嘛 如果我相信的話 會很難研究下去 因為很 因為很害怕 所以我只要讓自己有一些 不要害怕 繼續研究下去的理由 那其中一種就是 你也拜託你研究 妖魔鬼怪 然後你又不相信有妖魔鬼怪 那你何必研究呢 因為妖魔鬼怪其實是 如果以民主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很深刻的文化研究 以摩生仔為 摩生仔為例好了 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當我們遇到壞事情 或者是壞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要怎麼去避免遇到壞事 譬如說水鬼就類似的情況嘛 為什麼那邊 為什麼大家會謠傳這個地方有水鬼 一定是那邊死很多人 從科學角度來看 我們就會說一定是那邊 有什麼暗流之類的 水被捲下去很容易死 但是旁邊就會有一個水深危險 請霧跳水之類的牌子嘛 但是政令宣導的效果會比這邊有水鬼來得有效嗎 這邊有水鬼大家就比較怕 但如果政令宣導說這邊水深危險 大家就沒有再怕 大家覺得說我要證明我有多強 我要跳下去給大家看看 然後因此反而就更容易出意外 所以以水鬼傳說來說 有沒有水鬼其實不重要 但重點是他發生了一個社會功能 阻止大家去做危險的事情 那不然現在也是啊 因為有一種說法是說 不然現在他很容易在山上的黃昏時間 或者是起霧的時候出現 但坦白說這兩個時間 你本來就不該到山上去啊 因為山上這時候很危險嘛 起霧的山本來就很危險 那黃昏就告訴你說你趕快下山了 那如果這時候你心中想說 這時候我會遇到不然 那今天就害怕就趕快下山 然後去避免在這時候上山嘛 所以如果我們都單純當作這不存在 那其實他對我們生活變得毫無幫助 好 等一下這邊川玉也有故事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這個川玉聽說你後來採訪 是有在魯本山上碰到這個司機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對 就是因為最近我去嘉義 碰到這個那個翁信的那個司機 他就是專門在阿里山森林火車 開那個從阿里山到閩越這個路段的那個司機 開火車的司機 開火車的司機 那他也是最後有看到魯本的那個的目擊者 那他就是因為他告訴我一些 他看到的事情跟後來發生的事情 我後來才把這個魯本在這個失蹤的地方 有串把整個故事有串起來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魯本是一個紐西蘭的青年 那他是來臺灣登山 可是他後來失蹤 那爸爸實在是太想念他了 他爸爸從紐西蘭來到臺灣找尋他兒子 說起來這是聽得很心酸這樣子 然後好 這個魯本 魯本那時候可能幾十幾歲而已 對 他當時就是我們之前知道的資訊 大概都知道說他是從阿里山那邊 然後走那個西 很有很有名的一條路線西亞縱走 他在那條 西蘭到阿里山 大概是在那個地方失蹤的 但是這個後來這個司機 他有跟我提到一些事情 他說第一個就是說 他當時開火車的時候 載著魯本 還有幾個 五個年輕人 他當時他們來到閩越站 我們知道從西 西蘭要走到那個 阿里山要走到西蘭 一般都是會坐那個火車坐到閩越站 以前有一個石吼 有沒有 後來頭被針對 這個路也斷了 那他當他開到閩越的時候 當時他其實他就有看到那個魯本 他只是說他比較沉默 就不愛跟人家講話 那基本上他下車的時候看到他們 因為一般要走西亞縱走的人都會整裝嘛 你會把那包包打包 因為那個要走六七八個小時要走蠻遠的 大家都會把包包折 那他就在那邊休息 然後他就看到有五個年輕人 還有跟這個魯本一起往這個 好漢坡的路走下去 也就是說當時就是他們總共這六個人 往那個這個西亞縱走的這個登山路線走過去 那他看到 他當時有看到他背個包包 但是他已經沒有印象 他那個包包有沒有國旗 然後他穿一個紅色的那個封衣 那他跟他們走之後 後來就沒多久 後來過幾天之後傳出這個魯本失蹤之後 他就去報 跟警察局報案 那警察局知道說這個 他有跟五名年輕人走進去 於是他們去找到那五名年輕人 那年輕人就跟警方提供一個線索 就是說當時其實他們是從閩越站 這個地方 然後要往西 西頭這個地方走 當時他們本來這六個人都一起走到一起的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了這個岔路的時候 這個岔路 這個岔路就是有一條 他要往下走 會經過這個千年洞 然後來到那個豐山 一個部落 一個 也是阿里山的一個部落 結果沒想到他說魯本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奇怪了 本來是要跟他們一起走到西頭 結果他突然間停住了 不走了 對 然後突然間要跟他們分手 他自己竟然就說要往這個地方走 一個人走 一個人走 其實這一條路線我們就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蠻可怕的 為什麼 這個地方他們豐山部落的遠處 那個當地人知道說 因為這個地方有個千人洞 千人洞早期就是說他們那個 本來是有一群那個漢人來這邊採 那個木頭做漢木 做那個碗 做我們吃飯的以前的飯堂 日據實在有 飯堂的那個碗 以前的那個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說以前的飯煮好之後 會把飯抵起來那個茶做的那個 對 那個飯桶 就是我們這個茵桶做 以前做飯堂 以前有十倍就是在這千人洞 在那邊採那個木頭 結果他們有一天就不小心 他們因為附近都住原住民 原住民有在那邊設那個陷阱 結果就是有那個陷阱補了一頭路 那個十八戶人家就是看到 原住民也沒有來拿 結果他們就去把那個路帶回去 然後把他煮來吃了 原住民就非常生氣 當天晚上就出草 把這十八戶人家全部都 人頭都把它裂掉 這十八戶人家就蠶死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說這個千人洞 就常常會有很多人 只要經過那邊都會迷路 不然就常常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就不然就在那邊失蹤 所以他們當地人說這條路是很不好 很邪門很邪門的路 那他們就覺得奇怪說魯本為什麼當時會在那邊這個岔路 很質疑自己要往下走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他們他往下走 就大概後來才知道說他應該是失蹤在這個路段 於是他爸爸來那個才會到風山這個部落 然後請當地的原住民 當地的那個部落的村民 請他來這個地 這個這個地方去搜索 那那個當地那個楓葉山中的那個老闆 檢天長他就跟我講 他說他當時帶著這個魯本的爸爸上去找這個地 找他兒子的時候 因為他只有他對這個千人洞附近非常熟悉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爸爸來這個千人洞附近 去找他兒子 結果沒想到他們看到一個 就在那個千人洞附近看到有一條牛仔褲 掛在樹上 結果他們他一看就那個 而且那個牛仔褲旁邊竟然又掛一個包包 那個包包有那個紐西蘭國旗 是魯本的嗎 那有紐西蘭國旗 對 他們那時候一看到那個時候 他們就很 應該這搞不好 這就是魯本 於是檢天長他就爬上樹上 想要把牛仔褲拿下來確認 沒想到他那個牛仔褲一拉 整個一堆骨骸就掉下來 他嚇一跳 結果他這時候突然間頭一暈 好像被人家拿那個 敲 拿那個狼頭敲一下 整個人這樣弄起來 又醒來的時候 結果他把包包跟什麼拿下來之後 他媽媽一看說 又有那個國企那個包包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已經百分之百很確認說 這應該是魯本 於是他們想要找到了 要準備回去了 這時候就奇怪了 這個路其實檢天長非常熟悉 沒想到他們就開始迷路了 開始找 因為就這樣子 頭一暈之後 他們找不到路出去了 於是他們就好像被鬼打牆 就一直在那個地方 一直繞一直繞 一直怕不出去 後來檢天長還知道說他剛剛 剛剛有問題 於是他後來趕快跪下來拜拜 拜拜 然後念一念就說 請他放他們回去這樣子 很奇怪 拜完之後就找到路了 他們就回去了 那這整個事情最怪異的是 就是當他們回去之後 沒想到後來這個骨骸帶回去 做DNA檢驗的時候 既然不是魯本 這個就到現在 就非常非常離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這個 他們就做了很多假設 就是說有可能會不會是 有人撿到這個魯本的褲子 還是說他的包包 這是又是另外一個人 把他撿來穿 然後而且然後莫名其妙死在那個地方 而且很理解 是既然會掛在那個樹上 他們到現在找不出了 所以魯本後來是沒找到 還是沒找到 對 沒找到 只是疑似這個 這個他那東西 但是後來還是沒找到 那魯本失蹤多久 他爸爸才來找他 他好像他爸爸來找了很多次 失蹤就是後來他一直都沒有 他每次都會寫明信片回去 後來就沒有送完明信片 他爸爸就打電話開始找 甚至當時他們 因為當時他們不知道什麼台灣 還以為他魯本跑去中國了 所以輾轉打了很多電話才知道 他原來在我們台灣的阿里山 所以他才找到台灣來 而且他已經來這個豐山的村落 也請他們村民去幫忙找過好幾次 我想老爸要來找一個異地 異國失蹤的兒子 那個心情實在是很難體會 還找幾個伯 還找幾個伯 他這個新聞當時還滿轟動的 而且因為他爸爸來 就是都聽一個人的歌 然後那時候都聽江蕙的歌 那江蕙演唱會還有邀請他去聽 因為後來找不到魯本 那這個外國人他為什麼會是江蕙迷 他就來台灣聽到這個歌 他就覺得他的心有被安慰到 做出來的時候聽到 所以等於是說 他就把這個歌 因為是閩南語歌 跟台灣話上等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二姐辦演唱會 還有邀請他爸爸來現場聽 好 這個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 好 志偉聽說你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最近他專程來找你 要你晚上別上山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上靈異節目嘛 然後就是有一個老師就跟我講說 你最近如果可以的話不要去山區 我說老師你的山區是直神嘛 他就說反正就是山嘛 就是管他100公尺 200公尺 就是山區不要去 我說這麼巧 我這禮拜剛好跟朋友約要去吃土雞啊 就是在觀音山那邊有土基層嘛 我想說應該就還好吧 老師就跟我講說 反正如果你要去你自己小心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上節目就聽 老師講也是聽聽嘛 沒有太認真 所以那時候就真的就是開車 然後上山 因為我想說時間也大概只有六七點啊 吃完下來才九點多也不會太晚 而且那個路以前去過嘛 有路燈啊 然後路還蠻大條的 如果有去吃那邊吃土雞的應該都有 有經驗 所以我就也沒想太多就開車 因為朋友我們就互相約在那個定點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大概五點多 其實那時候也差不多這個時間 五月份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太陽都還沒下山 但你往山上開的時候就很奇怪 因為如果你是往高山它會越來越暗 因為是海拔越高嘛 那個樹很茂密 你不要認為說好像這樣子距離太陽很近 所以它應該很亮 其實越往高山走 有時候那個天空會 樹陰遮的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很怪 那那時候我的感覺就覺得說 我明明是走到兩百多 海拔兩百多公尺的三角 它可能連山腰都還不到 但是你的感覺就覺得怎麼天空就變暗了 那當然也是有樹陰 可是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不太對 然後就想到那個老師講 然後我就覺得毛毛的 然後開開開 突然起霧了 那時候已經是夏天了 突然起霧 然後我就一直聽到有貓的叫聲 那貓的叫聲是那種 就是不是在叫村的那種 是那種喵喵 那叫村的是什麼 叫村喔 叫村是喵 喵叫村很像嬰兒在哭 我聽到的是那種喵喵 就是很像小貓剛出生那種要討奶喝的那種喵喵聲 我就想說我的車上應該沒有貓吧 因為那個聲音很立體耶 聽起來很像在我的車上 問題沒看到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是開霧燈了嘛 會不會是在我車子 引擎嘛 自己亂想 可是那個聲音就一直在你的耳邊 一直叫一直叫喔 但是現場就沒看到貓 車上也沒有嘛 我就趕快停好車 就到了到了現場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剛剛覺得遇到很可怕的事情 我就把剛剛我講的事情跟他們講 他說在山上聽到貓叫聲很正常吧 那野貓一定一堆的啊 我們剛來也聽到貓叫聲 你看那邊也有貓啊 所以他們覺得這沒什麼 你不要想太多 可能是因為老師跟你講了什麼 你心裡受影響 結果後來吃飯吃到一半我去上廁所 啊我在廁所裡面 然後才剛 因為是上 就是上大號嘛 你才剛坐下去 就有人敲門 那敲門我們就回他兩聲嘛 那回兩聲完之後 照理說他就知道裡面有人 他就應該要等你啊 但是我敲兩聲 他敲三聲 我就想說明明就有人 我說廁所有人啊 他繼續敲門 我想說有這麼急嗎 後來我趕快就是上完之後 門一打開外面沒有人 就是你才剛上完廁所擦完屁股沖水 他還一直在敲 那時候我只是想要說 怎麼會有人這麼不禮貌 到底是誰 但是門一打開是沒有看到人 瞬間就對了 沒有看到任何人 那時候我就全身開始發毛 然後我就出去跟我朋友講說 我們趕快走 我覺得這裡不對勁這樣 然後他們說怎樣 我說先走就對了 反正也吃得差不多了嘛 所以我們就各自要離開了 那因為就 就那時候我剛好有在 我們就是一群朋友 那有一個朋友是要讓我載 載下山他就跟我一起坐車 我就順便要載他下山 但是在下山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看到有一隻貓 而且是黑色的 因為我的燈 你燈一照嘛 那個貓的眼睛很亮 會看到嗎 你就看到一隻 就是只有看到眼睛 沒有看到身體 但是很明確就是一隻貓 然後是黑貓 然後就從我的車上跳過去 然後我感覺好像我撞到牠了 因為就聽到喵 一聲那種慘叫聲 對 我想說哇 我撞到貓了 所以那時候 我就跟我朋友面面相去 我說有沒有撞到 那還是得要下車看 可是下車看 什麼都沒有 然後因為如果我撞到牠 照理說是我前面的排檔 或是說我的輪胎 你應該會有血跡或什麼的 完全都沒有耶 那完全都沒有 一則一洗 一則一憂 因為洗的是 那應該沒有 但憂的是我們兩個 剛剛都看到那隻貓 所以代表什麼呢 所以就趕快下山了 然後下山回去之後 因為牠就坐 我帶牠下山 牠就坐車回牠家 我就自己開車 一邊開車 你就覺得一直有貓在叫 一直有貓在叫這樣子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那個老師 我說老師 你講得沒錯耶 我剛剛上山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老師就跟我說 你回去 我們剛才不是說鹽嗎 他說叫我放鹽 放在浴缸裡面 泡鹽水 泡鹽水 然後是整個人要靜下去泡 然後你哪有拜祖先 我說我哪有拜祖先 要跟祖先說一下 他跟我講說我撞到地幅林 他覺得是那個貓林 你到了那個地方 就是遇到那個地方 很多可能事故 撞死過很多貓 所以你到的時候 聽到那個貓叫 老師那個磁場跟你對到了 他說我遇到地幅林 然後是貓林這樣子 那我跟他說 可是我一開始沒看到 只有聽到 但後來回去的時候 我跟我朋友都看到一隻黑貓跳過來 我下次看我就不知道有沒有撞死他 他說不管你有沒有撞死他 我麻煩你七天之內 一定要回去現場 然後就是該有的儀式要做 我說老師要做什麼儀式 你去買 你金座店 不是說我可能都死而已 他就給你一些拜鳥的金座 就會有拜動物的子錢這樣子 我就真的去買還真的有 那因為那些子錢就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還有貓飼料 所以那時候我就帶去那山上 那我不敢晚上去 我說我可不可以白天去 老師說可以 就同一個路段 我就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就說我第一次 就是我來這個地方不小心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也不是有意的 那所以就是如果有冒犯請原諒這樣 然後就把子錢畫一畫我就走了 因為我在那個禮拜就是 有時候都會幻聽 你會覺得好像聽到貓在叫 但是說也奇怪 我燒完子錢回去之後 就沒有再聽到 所以這就是很難解釋 那村律這邊是有訪問過一個獵人 他是在山裡面也一樣遇到了某人 對 這個是前一陣子 我們去那個嘉義的十字路 因為那個獵人 他曾經有去過一個大石壁 然後他說那個祕境很漂亮 他 我們就去問有關這個大石壁的事情 那我們去那邊 然後他就請我們吃飯 然後他就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講說他們那個十字路 旁邊有一個他的獵區 跟他的十二樓是阿里三線的其中一站 對 因為你不講大家不知道 對 就是嘉義火車 火車要去阿里森的一個小站 然後他就說這個地方 他說他有一個孫子 他說那個山脈現在變得很難 我說為什麼 他說其實有很多遊客都會來到這個小站 然後下車 然後因為附近有一些礁山可以爬山 所以說都有很多登山客到他們這附近去背山 那有一次說有一群登山客 就是四個人下來之後 有一個人這樣子走比較前面 沒想到就不見了失蹤了 結果後來他們還 他這個獵人跟當地的居民都有去幫忙找 還有警察都去找 就找了很久找不到 結果到好像第二天第三天 他去孫子寮 因為他孫子寮就是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山上 嘉義山區有很多 都有那個煮湯舜 煮湯舜 所以說都有一個就是那個 一個很大的 一個大廳 一個都煮孫子的所在 對 聽茶的嘛 聽茶的 他就是 待會繼續說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台灣呢 當然有很多地名的由來 他也跟當地的環境跟歷史是有關係的 比方說 搭告 你過用人嗎 對啊 搭告是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我們節目好像有講過 但是我忘記了 搭告其實就是當地的原住民 稱呼竹林的意思 竹林 他不是真的打狗 他是原住民講那個地方叫竹林 那個音就是takao takao就是竹林 那是什麼哪一族 那個平埔族 那你是哪一族 知道嗎 但是不滿 突然之間問這個 我還不知道 平東嗎 平東是布農嗎 布農算是高山族 西拉雅嗎 西拉雅是台南 是台南 再往南一點 不好意思 這個要查一下 這樣 所以說台灣現在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 和母親有關係的地名 所以我們今天找到蕭香神 他是文史工作者 他就知道了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台灣蠻有趣的 就是以柏西拉為地名的地方 還蠻不能說多 但是確實是有的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會覺得 柏西拉好像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應該不會把它拿來取地名 但意外的意外有 那有趣的是 我是之前看其他的學者 有去做相關的調查 他調查出來的結果是 有好幾個是在北部 那只有一個在南部 在台南 台南東智里那邊 我還特別到當地去看 那現在那邊已經變成一個公園了 那公園的另外一邊 居然還有著 模糊人家的祖墳 那其他叫做柏西拉地方 像是士林那邊 有一個柏西拉溝 那如果是山上的話 也有一個 對不起 這個蕭香神是外省朋友 所以他講柏西拉溝 這個就不準 台灣會有說 柏西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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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是陽明山上 沒有人在講 魔神載溝 好 來第二個 陽明山上也有一個魔神載古道 魔神載古道 那在南港那邊 有一個魔神載空 那空寫成十 十步 然後旁邊是一個空間的空 魔神輝 魔神輝 沒有沒有沒有 台南區東區東治里 那時候有魔神輝 你看看絕 道頓絕的絕 道頓絕 魔神輝 南港那邊是空 魔神輝 應該是魔神輝 然後金銅又有 空也可以 金銅又有魔神載洞 那到了繫子有 魔神輝山 魔神輝 對 我到你的翻譯官 你繼續說 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我們如果這樣聽下來 會覺得他都在不同地方 就主要是大部分集中在北部 那其中一個在南部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在地圖上看的話 會發現其實平溪 就是金銅那邊 平溪 汐止 南港 他們其實都是連在一起的 那這些地方 事實上也相距不遠 可見北部魔神輝比較多 是 事實上北部魔神輝 是比較多的 而且如果要說 有個魔神 北部魔神輝 如果有個大本營的話 可能就在這一片山區 因為它其實都連在一起的 如果我們把它做成那個行政區的話 我們才會覺得它有不同的地方 但事實上他們相隔都很近 只要有車的話 都是20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的距離 這個雖然已經屬於現代了 不過我曾經在打球的球場 碰到他們跟我講說 他們的感地剛剛堵到魔神 大家講的會生會員都很恐怖 那為什麼堵到呢 是你知道開球的時候 開歪了 開歪的球就跑到那個叫界外 界外球就要滑兩竿 可是那個球 一顆球如果是新球 是有名的品牌的球 一顆要160塊 所以呢 有時候這個打球的人就會請感地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回來 那感地就自己去 感地一組 通常有兩個感地 所以另外一個感地會跑進去找 呼 找到就說不然你先打我來找 結果他都一直都沒有再回來 那已經隔很久了 怎麼都沒有跟上來 結果我們再折返去找他 或者我們去找他 叫他名字 結果呢 叫他名字之後呢 其實他也離不遠 他當他出來的時候 這個回省的時候 整個這樣衣服全部都是泥土 很狼狽的樣子 那就問他 問說你怎麼去那裡那久 他說他有聽到我叫他 但是都找不出路 回來 其實那個距離只有幾十公尺 但是他就找不回來 而且這裡面待了三四十分鐘 衣服很狼狽 很奇怪 然後他就說 他有遇到魔神 我就想說 人那麼多的地方 竟然還會有魔神 對啊 邱大哥你不覺得最近 在新聞上或媒體上 就常常都有碰到這個老人家 碰到魔神這個事情 在以前是比較少 而且極少 是我們小時候因為住在太平山附近 山區 就進到山區比較會有魔神 那現在你看我們曾經看過一個社會新聞 就一個阿婆走出社區而已 他們家老腳而已 社區一出門就跑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最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是因為現在的宗教信仰越來越薄弱 回到你的老本行 不是是真的 就是說 現在大家對禁神 禁神這一件事情就越來越薄弱 所以神越少 貴就越多了 喔 是這樣 真的 是這樣子 呀 讀到魔神 就想說奇怪 人那麼多 竟然會讀到魔神 會啊 好奇怪喔 問他說 那魔神長得什麼樣 對 據說啦 是 說 因為我沒有 不是我沒有問到那個 是聽人家講 說他看到一個矮矮的人 對 然後穿紅色的 對 大概只有三十公分高 是 這樣 三十公分高很小 對 很小 小小 小小 他就 就走不出來了 對 我覺得神智就不清楚了 對 因為我們的靈魂就會被他牽引了 這樣 對 因為你只要一看到他 眼睛 我們說眼睛是靈魂之窗 我們腦袋瓜這邊有兩道靈魂 一個生魂 一個絕魂 你看到的時候 他勾魂射魄 為什麼我們常常在看電影 就不要看他眼睛 不要看他眼睛 不要看那一個鬼怪的眼睛 你會被他勾魂射魄 是喔 不要看他眼睛 對 就避免去跟他正視 所以以後去打球 每次到那個洞 我就一直看那個樹林裡面 很好奇 我很好奇 我在想 而且有人會在那邊去那邊尿尿 就想說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會不會碰到 但是很奇怪 我們越刻意的時候 他好像越不會讓你看到 越不出現 有時候你陽氣比較 比如說你運氣好 正能量比較強 還是說 比較勇敢的人 還是氣比較旺的人 可能比較不會碰到 我是有跟他說 我有廖老師加持 不要 不要 不要冒險 不要冒險 對 但是如果 你公益不夠嗎 不是 鄭大哥 我要解釋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剛剛蕭香有說什麼 褲什麼褲褲 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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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 都在這兒 那他們的力量那麼強 你有肉體在 你還是不要去輕易嘗試 如果真的 嘟到 他說我廖老師介紹 這樣他還要 你還要撤離廖老師了 那蕭香你說 你去這個探勘 某時候發生了慘痛的經驗 對 發生慘痛經驗 但這跟 這跟某時候本身沒有關係 其實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 我們就是整個工作室的人 想要一起去調查一下 到底所謂的某生海洞 長什麼樣子 想要看看 算是後來才知道說 他的 他其實算是挖礦挖出來的 是要把那個礦的廢 要丟到洞的另外一邊去 所以他是人工挖出來的洞 不是天然的 對 那他在金銅古道上 因為一開始我從 我在地圖上看金銅古道 他不是叫我從金銅上去 他叫我從那個 他的後面 就是從一個公路下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把機車停在那邊 然後想說 到底哪邊是金銅古道 因為好多路 好多 好多條通道 到底哪邊是金銅古道 我們在研究半天 這時候就忽然出現老先生 真的是忽然出現了 他就問說 你們要去哪裡啊 我們都已經快要進去 其中一條道路了 他說你們要去哪裡 我們就說 我們是要去那個 金銅古道去探柏山海洞 然後說 那你們不能走這邊 你們應該要走這條路才對 那我們就想說 既然是在地人這樣說的話 那我們就走進去好了 事實上那是正確的路 但是如果沒有那位老先生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 我們可能就會遇上 搞不好就會遇上 某山海也說不定 但是因為其實那一天 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是蠻有霧的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 本來就會遇上 某山海的一個環境 所以那個地上全部都濕漉漉的 因為霧氣嘛 所以都濕了 但我們是總有一個 有一個人 因為他的鞋子不防滑 所以他走得又非常辛苦 那條路的 如果是金銅古道指探前半段的話 其實很輕鬆的 因為那個就是以前礦工挖出來的 是一條非常非常筆直的道路 非常輕鬆 但如果是後面的話 你要一直拉著繩子走 然後地上也沒有那個磚塊 而是用那個 而是到處都有樹根 隔絕出來的空間 所以我們要努力地跨過樹根 然後地上又都是泥泥 所以我們好不容易 到摩托海洞的時候 我們要大家走三四個小時吧 好不容易到摩托海洞的時候 會筋疲力盡 然後全身都是泥 那個腳鞋子已經全部都變成泥的顏色了 每個人鞋都不例外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個朋友他穿不防滑鞋子 一路上我們都是一前一後 互送著他下來 要有一個人在後面拉著他 另外一個在前面扶著他 才能這樣下來 所以就變成一個非常慘痛的經驗 然後後來我們 後來看到摩托海洞之後 我們就想說 這邊好像有路我們就往下走 才發現他其實可以直通金銅 所以我就被我的同伴們痛打一頓 他們就說 為什麼你要帶我們走那麼辛苦的路 明明下面路很好走 這個叫慘痛的經驗 也是這樣想 跟摩托海洞無關 搞了我們八分鐘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來 崔医兄繼續 他說那個孫子療一定 現在都廢棄了 不過那裡有很多山豬 所以他要設一個陷阱 經常都會抓到山豬 他經常在那裡佈陷阱之後 久久下去順一下 他去順一下 他去順一下 看那個山豬怎麼 砍一個人 一個人趴在他的陷阱那個地方 他就嚇一跳趕快就報警 結果警察來找的時候發現 這一個人 既然就是前幾天失蹤的那個登山客 但是他那個孫子療沒有路你知道嗎 都一定沒有路 他那個登山路線 他這個孫子療很橫的 將近快兩公里的那個 就等於山路跟他這個 是完全不搭搭的地方 那他怎麼會跑去哪裡 對啊 然後而且還死在他的那個 他佈了陷阱這個地方 結果他就覺得怎麼會 莫名其妙就死在這個地方 他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後來他們警方就把 他的那個遺體搬走了 結果他那個地方 他一樣還是陷阱還是繼續弄 然後一樣繼續在抓山豬 那但是有一次 他他就要去 也是一樣要順化 有抓到山豬嗎 結果他走走走走 已經快要到他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有聽到那個山豬 在掙扎 好像被就是 被他的陷阱已經補到了 然後在那裡一直 一直拉扯 然後在那裡一直哀嚎 這樣 那表示說 有抓到了嗎 但是然後突然間接到一個電話 他們家裡的人有事 結果他就鎖定會讓他們 朋友 同樣都是他們獵人 他說 我的陷阱 陷阱在這裡 你先去幫他處理 我現在要頂一家裡有事 結果他就先頂起了 頂起之後 結果他的那個朋友來 你朋友來到 要靠近那個 奇怪 他沒有看到什麼動靜 這樣 一直走走走 他如果說 抓到很大隻 一直抓到 他都沒有聽到聲 他走走走 突然看有一個人 就站在他那個 就站在陷阱那附近 他說 這個地方怎麼有 我們就走來這裡 結果他看著那個人 就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陷阱那邊 然後就不見了 哇 他就覺得 好像看到那種 那種模型什麼的 他就 他就趕快回去了 然後就打電話給他朋友說 黑白說 你也說 你的陷阱有抓到山頂 他說沒有 不但沒有 又去射到跪 然後 他說 哪有可能 他說 明明我就有聽到這樣 就是山豬在叫 然後而且在拉扯 他就趕快再過去看 就過去看 哇 他真的整個人毛骨悚了 為什麼 他那個陷阱好好的 表示說都根本沒有捕到東西 沒有捕過 但是為什麼會有動物在那邊 鋼死動物在掙扎這樣 拉扯 拉扯 那就是抓到才這樣 結果他看那個陷阱都好好的 金屋沒抓到 他說 他就是嚇到 還有他朋友有看到 那白白的那個人型 他說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不敢去那個地方了 他說那個時候 變得很壞 那聽說你還有一個更恐怖的故事 那個也是最近我朋友跟我說的 他說 因為他就是做一些那個什麼 鐵的一些機器啊 一些組合什麼的 剛好他們朋友 有標到那個馬祖東局 一個那個營區 然後他要到一些設備 就是要裝一些設備 所以他就去那個營區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安排 他們住 類似好像有一點像那個 軍區的那種招待所 就是那宿舍這樣 然後就是 就是可以給人家住宿這樣 那他不是住在那裡 住在那裡 那不是 因為他和他朋友 和他另外一個公友 兩個人 住這個地方 結果他看 他問外面 怎麼有人在哭 然後小女生在哭的聲音 他就說 外面怎麼會有人在哭 一次他就把窗戶打開 然後打開說 外面是很暗 但是他隱隱約看到就是 有一點距離 然後就一個女生真的就趴著這樣子 在那邊哭 他就跟他喊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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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 你什麼事情 你怎麼在外面哭 你就說 進來啊 你有什麼事情 那小女孩都沒有理他 就一直在那邊哭 一直哭 就覺得奇怪 他跟朋友說 你看看外面 一個女孩子在那裡 對 他朋友一看 真的有人在哭 他說 趕快討好 他說 別看 因為他們去外面 怎麼突然間有一個女生在外面哭 那很奇怪 他說 那個看起來怪怪的 算了算 隔天 隔天的時候 他問他叫他 就不要理他 隔天的時候 他們就 就覺得說 外面怎麼有女生在那裡哭 他們想說 去外面看看到底什麼情況 結果他們外面發現 外面根本雜草重生 沒有 可是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有一點像 蟲 就是那一個 蟲啊 可是沒有墓碑 就是好像有 一個 一個墓 一個墓 墓 但是沒有墓碑 那他看他就 吓到了 阿館 來了一個老母 老母 老母也進來了 老母也住在這裡 熊 他們就跟老母聊天 老母就說 他是每年的 一定要來一次 來這邊做一些法事 優 因為以前 以前就是這 這個地方 發生過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原先 本來精區也不相信 後來因為這邊的阿兵哥什麼 被鬧得太 太严重了 所以才请他 每一年都要来做一次法事 于是他就把他 昨天碰到的那个事情跟他讲 结果那个 奶妈脸色就一层 就说 你如果还有听到 还是怎样 你别去看 也别哭 结果 然后 然后他就心里想说 怎么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 晚上的时候 又听到了 又听到那小女孩在哭了 然后他们真的 他就 觉得有点 觉得说 而且哭得很真实 他又想要去看 然后又 他朋友跟奶妈都叫 你不要理他 于是 他在那边工作一个礼拜 天天都有听那个小女孩在哭 然后他也真的不敢再去开门了 后来他工作结束之后 回去 完了 一回去之后 他开始这样 回去 开始一直睡觉 就是一直睡 一直睡 然后 他们本来想说 他是不是生病了 去看医生 看了好几家大医院 检查也没有什么病 但是他就回家之后 他一直觉得很累 然后就一直 一直四睡 一直睡 不然人家说 不然人家家的长辈都说 是不是去怕了 不然去廟 去看他太怕 就没想到去 宫廟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那个公主一看到 他说 说夭壽 你说你对着一个小女孩 顶着 他就说 不知道 就是身体变得很虚弱 一直睡 后来连续帮他处理了三次 还帮他处理完 处理好之后 他后来也就 就是恢复正常 没有这样子一直睡觉 他跟那个小女生跟着他回来 为什么他会变得很虚弱 不知道 他就一直睡觉 就完全一直睡 你会变得很虚弱 你会变得很虚弱 你如果变得很虚弱 会变得越虚弱 好 廖老师这边也有卡到阴的案例 对 我尤其在去年到今年 那个卡阴的案例 在我的观音店越来越多 那我要请教郑大哥 你知道安娜贝尔吗 安娜贝尔 那个鬼片 对 我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是 我处理过的 就在去年处理过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对姐妹 他们大概就是 也不是姐妹 就两个姐姐跟一个妹妹 到我的观音店来 那这个妹妹五官就是很漂亮 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岁这样子 那实际年龄 我有点忘记 因为客人太多了 然后他就长头发长得五官 很漂亮很年轻 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卡阴 因为他的气很虚 再来他的脸很暗沉 然后脸上就很像我们拍恐怖片 都会长一种窗 就一颗一颗的 然后都是捕狼你知道吗 就有龙泡很大这样子 然后那龙泡的外面 又有一圈圈的那个黑晕这样 整个脸 我就知道糟糕了卡阴 然后他们三个姐妹一进来 这个妹妹就是脸上有龙泡 这个妹妹就先哭 就说廖老师你救我 你救我 然后他们两个姐姐 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有事不能够来 他们家才住中南部比较远 然后他妈妈就在电话中说 廖老师你救我女儿这样子 那我就说 妹妹你是不是有撞到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的状况 我说你是不是有去哪里玩 去碰到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的经历是这样 他跟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就是带他去他们的老家 去老家去玩去参观 那个老家在彰化 其实都没人住 只有一个阿嬷住那里 那个阿嬷七八十岁 那那一间房子超级无敌大 就一个阿嬷在那边而已 那他就带他参观参观 就参观到其中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一打开 好 一打开怎么样 等一下继续 来 先休息一下 这房间一打开 然后呢 对 妹妹就跟我说 房间一打开 他整个那个 就是起鸡皮疙瘩 从脚这样子 一阵寒暂这样 到这个毛骨手南 他就说到头皮 整个发麻 一阵的冰冷 然后他就是看到 房间里面好多的布偶 全部都是布偶 都是娃娃 然后可是就是很久 没有人住在这儿 然后都是灰尘 然后他觉得里面超阴凉的 很冷这样子 好像外面的温度 跟里面好像是 开了冰箱一样 然后他就问他男朋友说 这是谁的房间 那这个男朋友就跟他说 是他姑姑的房间 那他就说 那姑姑的房间 怎么那么多灰尘 他就说 我姑姑很早就过世了 那因为阿嬷就是知道 姑姑很喜欢这些玩偶 所以都没有动 就把他的所有的玩偶 都聚集在这边 然后也没有人进来 这样很久没有人 打开这个房间 然后他们也就 在那边跟阿嬷吃饭 到黄昏他们就回家了 可是这个妹妹告诉我说 她回家之后 开始人就不对劲了 第一她就没有办法睡觉 晚上就开始 没有办法睡觉 可是她就仿佛都会听到 有脚步声 好像她的房间里面 怎么有人在走动 可是她起来又没有人 然后她就整个晚上 都不能睡 开始就是整个不能睡 她就跟她妈妈说 妈妈我晚上都不能睡 很不舒服 这样子 好 过了一 那妈妈就说 会不会你太累 还是怎么样 要不要泡泡澡 放松一下这样 好她泡了澡 也是不能睡 然后一个礼拜过去了 两个礼拜过去 她都无法睡 那刚开始是听到脚步声 两个礼拜过去之后 开始她晚上的时候躺在她的床上 就开始有人压她 她是醒着的 她睡不着 有人压她 她就觉得呼吸很困难 然后动弹不得 她就一一啊啊 要叫出声音 然后她有两个姐姐就去看她 然后姐姐说你怎么了 她才被被制服住的那个感觉 被压住的那个感觉才松开 然后她就开始哭 说她很害怕 她这一些状况这样子 好 那妈妈也也去看医生说 会不会她 因为她在业务单位 会不会压力太大 还是怎么样 然后也去书间 种种的都去过了 我就问说妈妈 有没有带你去庙里面处理 有没有去哪里 她说有看了医生 吃了安眠药 还是睡不着 从一颗两颗三颗 睡不着还是睡不着 然后去书间也都没有用这样子 然后竟然就是后来她就看到 每天晚上 只要她要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黑色的形体 一看就是那个 那个形体就是男的 就走到她的床前了 她就很害怕拿棉被盖起来 可是这个棉被还会被拉走 就很像拍电影一样 她就吓死了 然后就开始就生病 她就觉得她很虚弱 早上就昏睡 像川玉刚讲的那个故事 早上一直昏睡 晚上完全睡不着 可是人还是越来越虚弱 脸上开始长这些浓炮 那我就跟她说 你有卡到这个男魂这样子 那后来她就说老师你救我 你就我就帮她办了一场法会 那可是我的观音店是两层楼 那刚开始我就开箱请神 我就交代法师开始念书文 办法会等等的 那时候我记得在去年的 应该是五月很热 这个小女生穿羽绒衣 里面穿高龄的毛线衣 她很冷很冷 然后可是她从楼上下来 扮完这个法饰 我们还要安她的圆神斗 可是她下来之后到一楼 我关心她 她一直在发抖 说老师我还是很冷 老师我还是很冷 奇怪 对 所以表示这一个男魂就是 还在跟着她 卡她卡得很重 那我就说妹妹你不用怕 然后我就 我们人有前八卦后八卦 头前有前八卦后八卦 然后我就点了三柱香 请恭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就开始帮她处理 处理我还是觉得这个男魂 还是不太愿意走 我就请菩萨慈悲带她走 她还是眷恋这一个女孩子的身体 然后于是我就说 妹妹你把羽绒衣打开 就是脱掉 然后于是我就用我的 我的身体去抱住她 我抱了这个女孩子 我说老师抱你一下子 你放松我抱你 我也好冷 对我就抱她 然后我开始帮她处理 她的硬糖什么都帮她处理 她渐渐就开始暖和了 可是我我的秘书就知道 老师你这样 你又要不舒服一个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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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